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這次的關卡是黃衣之王的印記 神空星海之主 地獄集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魔隊 沒錯 就是魔隊配置一燈 血量幾乎是剛剛好 已經配了蠻久了 我發現這個隊伍真是很緊繃 這一隻沒辦法換水油 這一隻沒辦法換木妹 也不能換暗妹 這一隻又要99等 這樣大家大概就知道這個意思了 這一隻又要一格的 空間限制剛剛好 我覺得官方已經都算得剛剛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隊伍幾乎是固定 能夠換的話應該只有這一隻吧 這隻我稍微看一下 可以換一個小魔女之類的 但是因為小魔女我沒有練 所以沒有差 不然他只是來抽人的數 抽血量 因為木方式血量比較好抽 現在來為大家這個示範一下 沒什麼要示範 基本上這樣通關是沒有問題的 有看到這樣幾乎是處於一個更新的狀態有沒有 這邊的話我們先K掉 然後我看哪隻傷害比較大 好像沒什麼差 總之一吸 然後先把CD處好 這個隊伍基本上已經很緊繃 沒有啦 你說要再什麼變化 我看你一定很難 目前剛剛算了真的算蠻久的 隊伍這個官方應該已經算得剛剛好 所以你想要再變化也很困難 就是你要放一隻巨蟹在 在隊伍裡頭的話 他要99等 我剛剛吃了一大堆那個靈魂石 我還加一個那個什麼 靈魂石我還加那個 發炎 把它撐到99等 因為血量的部分我真的已經 算到超緊繃的 沒辦法 這隊伍基本上其實就是固定的 這一隻嘛 這一隻嘛 要這一隻 就算是固定的 只剩下一隻烏龜 烏龜可以稍微變一種架 我們省時間先把吸力出起來 基本上是 要隊伍才是難度啦 通關不難 同樣是 零零轉速 3-5C 盡量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通關給大家參考 有時候有 有一些 有一些大大的留言 蠻讓我好奇的 就是過得太簡單了 好像也不太可以這樣 對啊 就是很普通的轉速嘛對不對 當然是 越簡單轉過是越好 總能 對 就是那種 那個6C 7C啊那種 對 畢竟我轉速 就是沒有那麼強嘛 對不對 當然大部分 的玩家也不一定 不一定有6C以上啦 好 平平轉速了3-5的話 應該是還OK啦 我是覺得說 這樣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 這真的是卡片限定啦 所以這 這難是難在你要有卡片 而且要練上去啦 這難度變成在這裡 不是說通關 這次地獄來講 應該不難 看起來 就跟一般的副本 應該說 不是說沒有兩樣 是說你有卡片的話 你真的沒有兩樣 被打到 5 5 5 4 5 5 5 1.2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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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CD4 我們來打打看好不好 看一下攻擊力可以消到多少血涼涼 1.3 非常好 抓養物 好啊 假 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 這邊就吸血洗 把旁邊的兩隻吸掉 好 好 這次要打15次嗎 我剛打他一次 對吧 兩次 5 3次 我是不曉得要不要數 2 5 10次 5 吸血應該算了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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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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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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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盾應該要消失一下 不知道不知道知道是破了沒有 巨蟹還沒好 還是要繼續那個 我看到一滴一滴已經開始有點在扣血了 也不能說一滴一滴啦 那個吸血的 幾百滴幾百滴這樣吸 一滴一滴 巨蟹好了 應該是可以直接夾 我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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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我夾捏 真的不給我夾 很納悶 不能夾呢 那我們再慢慢摸 不會吧 好 條件是什麼 不是隨時嗎 我 我 什麼鬼啊 我的看不太短 算了 可是要摸到啦 吸血有點不算 這個的話 用吸血 盾還是要拚到 不然應該是不會扣血的 這就是所謂的大拼圖盾嘛 吼吸 哇靠 一百 一百一百滴哇吸到什麼時候啊 這個 這個 攻擊只有一百這個 這是所謂要 七次的意思 一夜七次嘛 我知道 有一天 還有 這個 很短 一天 把 紅 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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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複雜了 不太複雜 因為我這邊全部都不一樣顏色 這時候我們就把那個像這個我們要紅色把它削掉 盡量讓它擠成桶的顏色比較好笑 還在原地的位置 看我不拼出來 不夠發行 2 4 5 6 6 7 1 2 3 4 5 6 7 喔好可怕 哎呀 來不及 還會繞那麼大一圈 目前水的比較多 根本就是不是在玩轉輸嘛 那麼玩拼擊就好了 這個跳過 圖案太複雜 我們就跳過有沒有 這樣比較快 好像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可是我的心珠都在下面 不要用心珠好了 1 2 3 4 用按珠 1 3 4 1 3 4 1 3 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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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可以改名字叫做拼圖之塔 1 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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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把錶的顏色先消掉 今天讓他弄成同一個顏色 這樣會比較快 又來了 他是怎樣 是兩回合 我還是沒消到固定的 看一下 等下 等下是不是會固定 欸 沒有了 還蠻紅的 找我冰土欸 有不同的感受 好 雞慢八次有沒有 就準備通關的卡片 好 這個 來講 這隻的血量是 36萬 6 好 巨蟹的攻擊力 一個99等嘛 1492 1492 12乘上125倍 等於 20 17 18萬多 18萬 兩次 乘2的話 我看一樣 37萬 好 兩次就可以了 隨便巨蟹夾兩次 不過這時候不要打太大力 我建議各位 因為我自己打差不多的話 我現在打太大力 有可能 不小心把他打到30% 會二連擊會繼續 所以現在就是一吸一吸 一吸一吸一吸 這樣消掉就好了 那吸血不要用 吸血不要用 我是不知道我會不會 不小心就 就那個 紅技甲 如果這時候把他打 低於 低於 30% 會二連擊 那就很舒服 有 30%一下二連擊 鬧鐘響 蓋氣床 那時候等我一下 按 上升 再等我一下 突然 打這個 好像有機器 有幾次 都要有機器 轉 showed 不好意思啊 各位久等 我們來繼續 一吸一吸之路 由於這個王還ok啦 因為他吸第二的 所以不怕血量的問題 不要太大力 不知不覺你把他打過超過30% 就準備哭了 我本來是計劃要用加暗游 但是真的沒辦法 他那個血量算得剛剛好 你怎麼大就大不出來就對了 你只要放一隻巨蟹在裡面 幾乎隊伍裡面就怎麼擺就擺不進去 放暗游不行 然後 放那個 頭放水油也不行 吸血的放木妹也不行 放暗昧也不行 就是我跟我一開始講的 這樣意思就對了 基本上就無解了 這個就是一定要限制差點 當然你用別的隊伍 比如說防龍當頭喔 然後那個獅子當隊友 之類的別的隊友就可以打 可是穩定性就可能沒有那麼好 欸我吸你已經跑了這樣 我送你龜溪 有看到很奇怪齁 我知道為什麼了 為什麼兩次都發動條件不符合 這各位 我居然犯了最奇怪的錯誤 一滴血的時候不能開 竟然還在那邊一直按 真是愚蠢 好 愚蠢的人類已經完成了 那個一個通關 以上這是 地獄級的關卡的一個 測試分享給大家參考看看 基本上 通關不難啦 隊伍的問題啦 就是你要有限定卡片 黃衣妹 所有膚師轉換成強化膚 這個蠻不錯 這個要打一張 就是以前奧丁 就是 還沒改之前就是 就是這個技能 他現在把它弄來這一次 以上這個是 地獄關卡黃衣之王的印記 的通關 這個算示範好了 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